这个黑人小伙正在制作炸弹,然后将它装进神秘塑料盒,插上引线粘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放进外套,拿出手表定时一分钟,飞快跑向一群渣男,将塑料盒扔在他们脚下,下一秒 六名渣男瞬间被炸飞,发现有人没死透,他迅速拿出手枪一枪爆头,然后用衣服擦去枪上的指纹,塞进一个老渣男手中,为造成帮派内斗,非常专业地撤离了现场 小伙叫黑蛋是一位顶级杀手,战斗力十分了得,最擅长暗杀,先杀人后拿钱,童锁武器 任务完成后,他找到雇主,拿到了6万美元,不过雇主又给他下了一个新任务,继续猎杀那些坏人 原来雇主的女儿被坏人害死,他想替女儿报仇,杀光这些坏人,只要黑蛋杀死一个坏人,就能得到1万美元 黑蛋一听当即就答应了,接着他便去找了军火商小白,小白一看是大顾客,当即就带着黑蛋来到了他的秘密仓库 里面都是一些珍藏版的武器,一番挑选后,黑蛋看中了超强狙击枪IWM 装备实无未尽,那是所向披靡,杀人于无形 黑蛋拿着IWM带着一份盒饭来到了古塔里,敲开地板后将钱和其他武器藏了进去 为了防止偷袭,他又来到楼梯处,故意将一块楼梯拆开 而古塔的对面是一家夜总会,黑蛋准备在这里猎杀那些坏人 就在一切就绪准备吃了盒饭干活时,一个身穿蓝色连衣裙的女孩翠花出现 黑蛋吓了一跳,立马掏出枪质问他什么时候来的 翠花很坦然地说自己跟踪他很久了 黑蛋听后立马掐住翠花的脖子,接着又将他捆了起来 脱掉了一个月没洗的臭袜子,堵住了翠花的嘴 不过很快黑蛋就心软了,将翠花放开让他洗漱一番 然后又用绳子捆住了他的双手,还不允许翠花讲话 可是翠花却说,不管是谁都应该被救赎,黑蛋也该被救赎 话音刚落,对面的夜总会门口出现一群黑衣人 和开明的小弟展开了激烈的对战 黑蛋见状,架起IWM,对准目标一枪一个,直接爆头 有人想开车逃跑,可是普通的汽车根本抵不住IWM的穿头里 更厉害的是,黑蛋安装了消音器,对方根本不知道他在哪 异常激烈的枪战后,整个街道都安静了 这是翠花对他说,杀人是不对的,黑蛋被说烦了 直接拿枪对着一群和尚,然后对翠花说 反正是杀人,那杀和尚和杀坏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翠花吓坏了,立马求他不要这样做 黑蛋趁机,让翠花说出了家庭住址,想把他送回去 谁知,翠花竟然将他带到了垃圾厂,说这里就是他的家 黑蛋一脸懵逼,还以为翠花脑子有问题 提出要去他经常住的地方 于是,翠花便将他带到了一处大别墅 而别墅的主人正是当地的黑帮老大 这个黑老大很凶残,破坏了许多妹子 一番观察后,黑蛋发现自己猎杀的目标正是黑老大的二把手 此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 黑蛋暗下决心铲除黑帮,拯救可怜妹子 他找到雇主拿钱,谁知雇主要撤单,不想继续猎杀坏人 可是却已经由不得他 黑蛋威胁雇主不准撤单,自己要继续猎杀坏人 雇主也必须继续给钱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黑老大正在发愁 自己的手下被杀,肯定是招惹了厉害的人物 于是当即,就带着小弟来到夜总会 在门口放了一头白色大像 想要跟夜总会的老板和好 这一幕正好被对面的黑蛋看到 翠花说,白像就是美好和平的象征 可黑蛋却不以为然 认为落在黑老大手里的白像已经遭到玷污 这更加坚定了他,铲除黑帮的决心 第二天,黑蛋拿着钱直接杀到了军火商小白这里 可是小白害怕被黑老大报复 不敢借给黑蛋更厉害的武器 黑蛋人狠话不多 直接挟持小白打开了军火库 这里竟然有一把神枪巴雷特M82A1 装备80倍镜 那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租金是一天一万美金 小白还免费送了一把手枪 但他还有个特殊的要求 之后黑蛋拿着巴雷特返回骨塔 开始打磨子弹 目的就是要让子弹更有杀伤力 一切准备好后 他拿着巴雷特来到黑老大的别墅对面 通过观察 发现有个手下正在残害女孩 这下他彻底怒了 开始疯狂猎杀对方 就在黑蛋疯狂猎杀时 发现翠花也在别墅里 担心误伤了翠花 黑蛋只能停止射杀 然而翠花竟然暴露了他的位置 对方的狙击手立马反击 射中了黑蛋的肩膀 黑蛋忍着剧痛反击 然后再将枪口对准别墅 想要直接杀了黑老大 谁知对方的狙击手再次发起进攻 直接打坏了巴雷特弹夹 没办法 黑蛋只能丢下矮枪逃跑 可此时 黑老大的手下已经包围了这里 幸运的是 黑蛋有皮肤优势 躲进了黑暗处 没被发现 接着他抢过一辆货车 开始疯狂撤离 跑到偏僻的地方后 黑蛋听到有女孩哭泣的声音 打开货车惊呆了 里面有很多受伤的女孩 翠花也在里面 并且只有他毫发无伤 来不及多想 黑蛋就放那些女孩离开 然后带着翠花坐上出租车 此时 黑蛋的伤势加重出现幻觉 疯狂埋怨翠花 为什么背叛他 说自己还要继续裂杀那些坏人 让他们彻底消失 出租车司机被这一幕惊呆了 大气不敢吭 很快他们来到古塔 可黑蛋再也撑不住 晕死了过去 几个和尚出现 开始给他治病 另一边 黑劳大发现损坏了巴雷特 一眼确定 这枪是军火上小白的 立马让手下将小白找了过来 而小白早就留了后路 摸了摸被打断的鼻子 说是黑蛋偷袭了他 抢走了武器 黑劳大听后半戏半语 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叮嘱手下 监视小白的一举一动 与此同时 寺庙里的黑蛋面目猙獰 仿佛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东西 黑人顶级杀手受伤 躺在地上 女孩翠花爬上前 邪魅一笑 下一秒 他竟然漂浮在半空 黑蛋吓得立马惊醒 这才发现 刚刚只是一场梦 他身上被画满了符号 撒了许多粉末状的东西 身边还坐着几个 正在念经的和尚 更神奇的是 一夜间 他身上的伤好了一大半 战斗力恢复了九成 黑蛋很开心 立马起身来到黑老大的别墅 先是解决了两个手下 成功救赎军火上小白 接着在小白的带领下 来到了他另一个军火库 里面有一把超强扫射重型武器 卡布雷青岛夫 黑蛋拿着青岛夫返回古塔 纯手工做了一个销声器 这个销声器不仅能够消音 还能加大子弹的扫射面积 随后黑蛋拿着青岛夫 来到了雇主的地盘 因为他觉得雇主不简单 自己可能是被利用了 果然 雇主被吓得瑟瑟发抖 无奈地打开保险柜庄前 但他毕竟是生意人 不想做赔钱的买卖 于是拿出一张照片 让黑蛋猎杀上面的人 目标正是黑老大和二把手 黑蛋也是很有职业道德 二话不说 拿着照片走了人 晚上他就拿着IWM来到别墅树林 准备在这里猎杀目标 可是瞄准境里竟然出现了女孩 脚下也狂风暴起 灰尘落在他身上 出现许多奇怪的符号 接着他面目猙獰 表情很是凶残 像是练就了某种特殊的力量 而此时 二把手带着小弟出现 黑蛋开始了疯狂猎杀游戏 打完狙击枪子弹 黑蛋拿着匕首 一路蛇情走位 瞬间结果了剩下的小弟 二把手站在树林里瑟瑟发抖 不料黑蛋一个闪现 直接抹了他的脖子 更神奇的是 树林里出现一头白象 黑蛋也瞬间清醒 发现自己又做了一个梦 还在梦里杀了二把手 一旁的翠花问发生了什么 黑蛋告诉他 白象提醒他离开这个国家 说走就走 在给翠花留了一笔钱后 黑蛋就来到机场 打电话给小白 希望他能给翠花找个好学校 可是小白被黑老大控制 直接说翠花不在寺庙 察觉大事不好的黑蛋 立马赶到寺庙 发现和尚全都被杀 翠花也不见了 这下黑蛋彻底怒了 他拿枪指着黑老大的头 提出用美金交换翠花 和那些无辜女孩 黑老大当即答应 突然雇主带人闯了进来 原来雇主是黑老大的亲儿子 自杀二把手也是为自己扫除障碍 当上帮派老大 雇主见机会来了 故意激怒黑蛋 想借他的手杀了黑老大 谁知背后的军火商小白突然出手 一枪结果了雇主 亲儿子死了 黑老大竟然没有一丝难过 还接受了黑蛋的美金 放了那些女孩 可这些人里并没有翠花 就在黑蛋疑惑不解时 黑老大掏出一张照片 说翠花已经死了30年了 原来之前接触的是一个鬼魂 或者是他幻想出来的人 黑蛋很难过 让小白带着他和那些女孩离开 可是半路 黑蛋还是不甘心拿着武器下了车 因为翠花的英勇效貌 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当年黑老大杀了翠花 将他丢在了垃圾场 并且许多女孩被折磨至死后 也都丢在了垃圾场 手段太过残忍 所以黑蛋决定返回去 杀光这些人渣 从此之后 电机杀手黑蛋 过上了猎杀坏人的正义之路 自此全篇结束 本片是来自动作电影《白相》 里面融合了很多泰国文化宗教 传统 社会问题 等等神秘元素 最主要的是他的主题 对一些违反人类善良本性的东西的排斥 对和平与善的向往 使得这部电影虽然很烂 但是假如真的无聊的话 看这个打发时间 还是比综艺节目要强得多 如果喜欢泰国文化 那就更合适了 好了 我是陈美 今天电影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